葛优作为国内的一线男演员 凭借出演影片剩下和他的未婚夫出道 又因为参演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 成为了家喻不小的男演员 很多的观众都非常好奇 如今61岁的葛优 为何至今拒绝参加真人秀 并非不差钱 而是因为他说的八个字 葛优在许多关注眼里是一个喜剧演员 不过他的幽默感并不是那种很直接 或者说是刻意的搞笑 这从他的不少作品里就可以看出来 如今被许多观众称为葛大爷的葛优 已经有意慢慢减少了自己的接戏数量 如今不少演员明星都纷纷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因为这样不仅能持续的带来热度 同时参加一档真人秀的演出 费就相当于一部作品的片酬 这样的情况 催生出了许多的通告演员 他们没有多少的代表作品 但是却热衷于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有记者问葛优 为何不去参加真人秀 去参加综艺节目比拍戏轻松多了 作为老戏股的葛优表示 之前是有不少节目邀请过他 希望他能够担任评委 而且出场费都超过了他拍电影的片酬 不过葛优却拒绝了他们 理由是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参加 葛优用八个字总结 那自己为何不参加真人秀 肯定耍你 过度消费 他不想在节目中指点这个那个 而且自己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有资格去点评或者淘汰选手 生活中的他不是很喜欢得罪人 不少节目还会折腾人 让嘉宾去批刹或者搞怪之类的 葛优还认为一个明星 如果过度参加真人秀 会把自己的才华过度消费 如今不少收视率高的综艺节目 经常能看到相同的面孔 他们往往都是节目的搞笑担当 这样的确会收获许多的粉丝 不过这样也有可能会过度消费 一个明星 不论如何 尽管如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真人秀节目 明星参加综艺节目当然没有错 因为这样能够增加自己的热度 不过同时也要把握好参加节目的数量 期待葛优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电影作品